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三章,无形资产,基础章节 学习指南,第一个学习目标,第二考情概况,第三教材变化,第四考点地图 我们看学习目标,按照考试大纲 第一个掌握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 第二掌握无形资产初始计量的核算 第三掌握内部研究开发项目 开发支出资本化条件和内部开发无形资产成本构成 第四掌握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第五掌握无形资产后续计量的核算 第六掌握无形资产处置的会计处理 第七熟悉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区分标准 那这一章是基础章节 考试涉及客观题还有计算分析题 有的计算分析题只是考核这一章内容 也有的跟所得税的章节内容去结合出题 分数还比较高 它又是基础章节 所以属于重要章节 教材变化删除无形资产出租相关内容 就是原来是无形资产出租那一部分给删了 当然了还有无形资产出售 它把一些内容也删了 说是参见持有待售 其实不是很合适 我们看考点地图 分析付款方式购固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 那是二一年的多选题 央确认为企业无形资产的事项 二一年单选多选判断都有 二零年多选 内部研究开发费用的会计复理 二一年多选 二零年单选和判断 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确定 二一年判断 无形资产摊销 二一年判断 二零年单选 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 二一年单选 二零年计算分析题 一九年计算分析题 无形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二一年多选 土地使用权会计处理 二零年判断 二零年多选 内部开发的无形资产计量 二零年判断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计算 二零年单选 无形资产入账价值的计算 一九年单选 无形资产残值会计处理 一九年多选 那这一章一共是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无形资产的确认和处置计量 第二节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确认和计量 第三节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第四节是无形资产的处置 我们先看第一节 无形资产的确认和处置计量 内容涉及无形资产概述 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 还有无形资产的处置计量 那第一个大的问题 无形资产概述 说市值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如果不可辨认的不算数 商誉是不可辨认的 所以商誉不再属于无形资产里面的内容 商誉在报表上要单列项目反映 如果有的话 那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 包括有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商标权 著作权 特许权 土地使用权等 那接下来提示 一个呢 就是说够的计算机软件 到底是作为固定资产反应 还是无形资产反应 如果说计算机软件是属于硬件 硬件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不可缺少的 那就一并放到固定资产中 那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 那够的计算机软件也应该属于无形资产 大致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再有一个商誉 因为我们的后续 像资产减值 以及在长期股价投资企业合并 合并财务报表里面都会涉及到有商誉的事情 那这个概念呢 我们要清楚是怎么回事 商誉是具有不可辨认的 所以一定要明确它不属于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要求是可辨认的 商誉的概念是合并成本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用的词呢叫合并成本 它是相当于进行合并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 然后和什么去比 和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去比 什么叫可辨认 你看商誉是不可辨认的 你不能算商誉 那对于剩下的可辨认的 可辨认资产减可辨认负债 叫可辨认净资产 按供允价值反应 那是商誉的概念 那如果说涉及的是控股合并 我们要应有被购买方80%股份 合并成本是减去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乘以80% 是这样一个份额 这叫商誉 那商誉个别报表上如果有的话 是吸收合并 商誉一定是与整体相关 是整体进入到我们核算的主体中 才有商誉 如果不是整体进入到我们核算的主体里面 不能反应商誉 那比如说我们个别报表 如假公司支付对价1100万元 从乙公司远古东处取得乙公司全部净资产 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1000 就是说这些资产负债 整个的按公允入账是1000 我们寄进来了 但你付出的是1100 因为是吸收合并 被购买方法人资格没了 那你在个别账上得借贷平衡 多出那一部分反映到商誉 所以要确认商誉呢 这就是1000等于100 那我们再看一个控股合并 说A公司支付对价820万元 从非关联方处取得B公司80%股权 然后说能够对B公司实施控制了 控股合并啊 被购买方的法人资格是没有消失 我们是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 那现在告诉B公司可辨认 进入资产公允价值11000万 那A在个别报表中 没有确认商誉的问题 你付出多少对价 就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里 那比如说820万 借长期股权投资在银行投资 820万没有商誉的事情 商誉是在合并报表上 那合并报表上最终怎么确认呢 合并成本付出对价公允820万 然后要减去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它的可辨认净资产是1000 份额呢是80% 确认的上于12万 必须是整体 那如果不是整体 所以我们后面再谈到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和算式 说初始投资成本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化产公允价值份额不调了 那就是商誉 因为你要是拥有被投资单位20% 不编合并报表 你不能在你个别报表上确认商誉 那说合并报表80%怎么就可以确认商誉了 只要控制 编合并报表 别管你持股比例是多少 那被购买方的所有资产负债 都会进入到合并报表中 全进来了 那你可以有商誉 比如说我们拥有B公司80% 你把B公司所有资产负债都进入到合并报表了 那合并报表中 B公司进入资产的20%对应什么项目 对应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现在合并报表上 它也是所有的权益 我们后面会谈这个问题 这是关于商誉的概念 必须明确与整体相关 那第二个问题 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 说是掌握 其实像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都是一样 都得跟资产的确认那边的条件保持一致 那因为资产确认 所说的那是基本准则 我们现在固定资产存货无形资产是具体准则吗 基本准则统一具体准则的 无形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才能予以确认 一 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你也是说很可能流入 这才行 第二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你看固定资产存货都这样说 一定是很可能流入企业 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那第三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无形资产通常按照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取得无形资产指着达到预定用途而发生全部支出 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 仍然是形成这项资产的本钱 与它直接相关的东西都要寄进去 那不同方式形成无形资产 成本构成还是有些差别 我们先看第一个 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 从外边买的 那外购无形资产成本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 这个相关税费 其实和我们前面存货固定资产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购乱无形资产 那涉及到有增值税可预抵扣的 那也是作为进向税额抵扣 只要是一般纳税人 都应该作为进向税额抵扣 不会把它反映到 无形资产的成本中 还有直接归属于 使这项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其他支出 你就是本招 我要是取得这项无形资产可能发生支出 不取得不发生 那你这种支出都要把它记录到取得无形资产成本中 它是相当于取得这项资产的增量成本 那要记进去 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不要完全记 我们看说下列各项 不包括在无形资产的出持成本中 一个为引入新产品进行宣传发生的广告费 管理费用 及其他间接费用 你引入新产品宣传广告费 那这个就是寄销售费用去 你要发生的一般那些管理费用 就在管理费用里反应 不是说你真正取得无形资产发生的增量成本 那不要记到成本中 那再有 无形资产已经达到预定用途以后发生的费用 和固定资产不一样 这是达到预定用途以后发生的 那我们后面就没有说 费用化资本化的问题 你这些都不能往无形资产成本里面记 固定资产还会有 达到预定用途以后使用状态之后 对它进行一些改扩建 那还会涉及到调成本的一些问题 有资本化的事情 当然也有费用化的事情 这个不是以后的发生费用 都不能往无形资产成本里面记 那我们看19年的单选题 18年12月20日 甲公司以银行存款200万元外购一项专利技术 用于W产品的生产 令支付相关税费11万元 达到预定用途前的专业服务费2万 宣传W产品广告费4万 18年12月20日 该专利技术的入浪价值是多少 我们外购的用银行存款200万 那这个当然要记录无形资产成本里面 支付的相关税费 它也没有特别说是别的 那我们认为与取得无形资产相关的 所以相关税费要记进去 达到预定用途前的专业服务费 这是专业人员服务费要记进去 但是不是专业人员服务费 培训费肯定不行 那其实这个跟固定资产 我们谈到的也是一样的 说专业服务费 固定资产那边 是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之前 发生的必要之处 那在无形资产里也是如此 是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 发生必要之处 所以要记住到成本中 但是宣传W产品广告费 它并不是说我们取得这项 无形资产的增量成本 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费用 那发生时应该把它记住 销售费用去 所以无形资产 那你成本的构成 就是A倍203 那再看下面这个立体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大税人 20年2月5日 甲公司以106万元 含增值税6万 那增值税呢 应该作为迹象税额抵抗 所以它要反映到无形资产 成本里面只有100 这样的价格构筑一项商标权 为推广该商标权 甲公司发生广告宣传费呢 是2万 那我们也知道广告宣传费 应该是寄销售费用 不记住无形资产成本的 上述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取得该项商标权的入账价值 那也就是106把6给扣了 100 必是正确 那接下来说 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 超过正常吸引条件延期支付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这就是说分期付款方式 购入的无形资产 要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购无形资产 每年年底付款100万 连续付三年 那这就典型的 有融资性质 那无形资产成本不是简单的 按照未来每年付300万 我加起来 未来付300万 就算是300万入账 不是 你说每年每年100万 连续三年 现在值多少 我们要算它的限值 这样呢就说 无形资产成本以购买价款 限值为基础确定 当然除了这个限值之外 我们在购入时 还可能发生相关税费 要寄入无形资产 那你该机都寄进去 那对于呢 限值和未来付款额的差 它实际上是属于 未来要付的利息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未确认农资费用 未确认农资费用 就是未来要付的利息 那这份利息 以后要进行贪销 就说你每期要正常的 按照实际的利率法确认 确认利息往什么地方寄 要看那个借款费用准则 是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要符合资本化条件资本化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费用化 当然了这是与借款费用准则 还相关 所以现在有些地方不懂 没关系你就知道 有的利息可能会资本化 进入到资产的成本 比如寄无形资产成本 那有的呢不能进入到成本 就把它反映到当期损议 寄财务费用就行了 那现在就是我们要清楚 说怎么算限值 至少呢像 负利限值 比如七处一期的限值 或者说 等个系列收付款的 涉及多期的限值 这个基本概念我们要有 那下面我就简单的说说 什么是负利限值 因为考试有时候会给 负利限值系数 什么是年级限值 但是考试是会给年级限值系数 说年利率百分之五 按负利计算 说第一年年初存多少钱 到第二年年末是一块钱 那我们看怎么算 你存多少钱 我们设个位置数 年利率百分之五 那你第一年结束 是值多少钱了 那就是这个数呢 x乘以1加百分之五 会有这么多钱 利滚利啊 那你这个钱说到第二年末 我们再用它乘以 1加百分之五 等于1 第二年末是一块钱 那这样我们算 现在是多少 就1除以1加上 百分之五的平方 算出是0.9070 那这是什么意思 第二年末一块钱 在利率百分之五的情况之下 现在值是0.9070 是这么个数 那这0.9070是什么概念呢 利率百分之五 七数两期的负利限值系数 它是这么形成的 所以考试经常会给 0.9070 第二年末 第二年末再提一块 那一二不都是一块钱吗 等额系列 这就年纪 第一年末一块钱的限值 那就应该是 1除以1加百分之五 0.9524 那第二年里的一块钱 现在值多少 我们现在要存钱处 1除以1加百分之五的平方 0.9070 那我们第一年年初 存多少 就是 第一年末的限值 0.9524 第二年末的限值 0.9070加强 这样就等于1.8594 是这么个数 那1.8594 就是什么概念呢 我利率百分之五 七数为两期的 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是发生在每期期末 那这叫普通年金 那如果是你发生在期初 你还要想办法 如果用这个系数的话 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折算成 普通年金到期末 是这样呢 所以这样来表示 叫做利率百分之五 七数两期的 年金限值系数 PA 那等于1.8594 这是属于年金限值系数 当然年金限值系数 说发生在每期期末 比较多的 如果说年初怎么算 也并不是很复杂 你可以是参照一些 网上的什么东西 可以自己学一学 当然我们在后面 租赁的章节 有的发生在年初 发生年初第一期 限值就是那么多 那剩下的 如果原来是十七 剩下的不就变成九七了吗 因为你第一期 七出 这个数是单算 剩下不就九七了吗 那你利率是多少 九七的年金限值系数 一成不就完了吗 也不是说多难 那接下来分期付款方式 购入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入账时 是购买加款限制 长期盈付款呢 是表示未来要付的 本金和利息 比如说三年 每年年底付一百万 一共三百万 长期盈付款 里面有本金有利息 那无形资产呢 是按照说这三百万 现在值多少 反映限值 那相当于本金一样 两者差呢 是未确认农资费用 那就未来要付的利息 未确认农资费用 我们要明确 它肯定不属于资产 你未来付的利息 要什么资产呢 未确认农资费用 是长期盈付款的背底科目 它是抵消长期盈付款的 是负债一个背底的 那未确认农资费用 它是建防预额 会减少长期盈付款 项目的金额的 未确认农资费用 费用时未来利息要进行贪销 利息 贪销时 确认时都用七出 应付本金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那你看 长期盈付款 是未来应付本金和利息 未确认农资费用时 未来应付利息 那你要算七出 应付本金余额怎么算 就是七出 长期盈付款余额 减七出未确认农资费用余额就行了 应付本金和利息 去掉 应付利息 那不就应付本金吗 再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我们看21年的一个多选题 20年1月1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购买乙公司的一项专利权 合同约定 甲公司20年至24年 每年年末支付120万 发生在年末的这种年金 叫普通年金 可以用那个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算它的限值吗 那当日 该专利权的限销价格是520万 就是给了一个限销价 甲公司的该项购买行为 实质上具有重大融资性质 融资性质超过一年的 这些 不考虑其他因素 而下列各项 关于甲公司该专利权 会计处理表述中正确的有 该专利权的初始入账 金额520万 我们分期付款方式取得的 应该属于购买价款限制 那就可以用限销价来反映 限销价是这么多吗 520万 那没问题就可以了 B呢 长期应付款的初始入账 金额600万 长期应付款是未来要付的总数 本金加利息 我们连续五期 那每期期末呢 是120万 因为是20年啊 至24年 120万乘以5 那它反映的600万 就没有问题 C呢 未确认农资费用的初始入账金额 是应该长期应付款的入账数 那减去我们现在无形资产的入账数520倍 那它是80 也是没问题 然后D 未确认农资费用在付款期内采用 直线法进行贪销 我们不行 我们要用实际利率法贪销 实际利率怎么算 就是未来 五期 每期期望120万 用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折线 和现在的520万相当 然后用这个去谈 就把这个利率算出来 用期出应付本金余额乘以实际利率去算去 因此这个呢 是ABC 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我们下面看一个例题 21年1月1号 假公司从乙公司购买一项商标权 由于假公司资金周转比较紧张 经于乙公司协议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款项 合同规定 该项商标权总计是一千万元 每年年末付款二百万 五年付清 假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五 为了简化核算 假定不考虑其他有关税费 然后这里给了一个利率百分之五 七数五七的年金限制系数 PA年金 PF 那是属于负利限制系数 那这里说 五年付清 每年年付二百万 一共是一千万 我们要算限制时 那你把这个一千万 因为他给了一个同期贷款利率 按照百分之五来折 来进行计算 我们看无形资产入账的金额 连续五年 每年都二百万 都是发生的期末 我们用他呢 要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所以如果是每期期末一块钱 连续五七 在利率百分之五的情况之下 现在值呢 是四两三二九五 那你连续每期期末是二百万 现在多少 用二百乘以这数吗 八六五条九 那长期应付款 未来要付的是一千 无形资产入账的相当于本金 就是我们反映的八六五条九 限制嘛 差额是未来要付的利息 这样呢 未确认农资费用 反映的金额数是一三四点一 会计翻录 借方无形资产 八百六十五点九 贷长期应付款是一千 差额呢 这里面未确认农资费用一三四点一 当然了 无形资产入账 是不是只是反映购买价款限制 那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现在又支付了 相关税费两万 那你代银行存款两万 借方无形资产变成八六七一点五了 因此啊 我们算未确认农资费用的时候 你不要说 长期应付款减无形资产入畅金额 那不一定 未确认农资费用一定是 长期应付款的数字 扣掉 限值 我们这个算出来的限值数呢 是八六五条九 下面是各年未确认农资费用的摊销 未来要付的利息的摊销 摊销的时候呢 要用每期期出本金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 那二一年也就是说第一年年初的本金 长期应付款是一千 未确认农资费用是134.1 就是你长期应付款是未来应付本金合利息 未确认农资费用是未来应付利息 两者的差是应付本金余额吗 我们用它乘以5% 所以这是43.30 第一年的 未确认农资费用摊销额 那第二年 22年未确认农资费用摊销 我们可以算出第二年年初 长期应付款余额 那长期应付款一千减去二百 因为已经第一年付了二百了 所以长期应付款还剩八百吗 那未确认农资费用是134.1 减去43.3 你总数是134.1 已经摊销了43.3 那把它减去 长期应付款减未确认农资费用 那就形成了期初的应付本金余额 我们再乘以5% 35.40 第三年 23年未确认农资费用摊销 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减个长期应付款 那我们再去掉一个 未确认农资费用 就这里边再去掉一个 未确认农资费用 减了35.46 让人再乘以5% 没问题 23.73 那第四年 未确认农资费用摊销 在第三年基础上 长期应付款减二百 在那基础上 未确认农资费用摊销 再减去上一列摊的 这个27.23 那我们来乘以5% 18.59 最后一年 那未确认农资费用摊满 所以总数134.1 那我们就把21年 22年 23年 24年 未确认农资费用摊销数都扣了 最后剩下的是9.52 那我们最后一起摊销 这是它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我们看21年年末 付款时 借长期应付款 代印号存款二百 未确认农资费用摊销 没说符合资本化条件 我们就是计财务费用 费用化 那第一年的借财务费用 未确认农资费用 43.3 22年 一样的 借记长期应付款 代印号存款二百 那22年 未确认农资费用摊销 35.46 借财务费用 代未确认农资费用 23年 24年 25年 都一样 完全都是按照我们前面算出的数字 来进行反映 这就是分期付款方式 购入的无形资产 它的会计处理 那第二 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的成本 接受投资者投资 我们前面在存货 固定资产里面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那投资呢 要按照投资合同和协议约定价值确定 说但合同和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 这个除外 你不公允的 也得确定一个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 很总的原则是按照公允价值助账 第三是土地使用权的处理 土地使用权处理是我们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考试也是容易出客观题的地方 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通常应当按照取得时所支付的价款 及相关税费之和确认为无形资产 说但属于投资性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 按照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我们要是取得的土地 用于建造办公大楼 或者什么厂房车间 或者说取得就绿化的 那这种情况 都是无形资产 那如果说把土地出租 或者持有以为增值的 那会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后面会有投资性房地产一章 谈这部分内容 当然像房地产开发业 取得的土地是建商品房的 它是属于存货 接下来我们再看土地使用权 用于自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地上建筑物 说相关的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 不转入再建工厂成本 我们不要转了 房子是房子地市地 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 分别进行摊销和提取折旧 你房子是单独提折旧 土地是单独进行摊销 按这个处理 然后说在下来的情况之外 一个 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说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房屋建筑物 相关土地使用权要记录房屋建筑物的成本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 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 形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 它并不在无形资产里反映了 原因是呢 这一部分土地建上面房建完房子卖掉了 把它的价值就收回来了 所以它属于存货的性质 存货不说 我们关键点是出售的 我们再看第二个 说企业外购房屋建筑物所支付的价款 应当在地上建筑物与土地使用圈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是外购的 确实难以合理分配的应当全部作为固定资产处理 这什么意思 我们当然现在买建筑物肯定都是有地的 我们现在太空的东西还没有进行买卖 所以肯定带地 那如果说你支付的价款能够在两者之间分 一定要分开 房子是房子的价值 地是地的价值 说确实难以合理分的都把它作为固定资产 你不要把它作为无形资产 这肯定不行 因为毕竟地上是有这种建筑物 那就说如果给了公允价值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地上建筑物 有土地使用圈 当给了公允价值了 我们就认为能够合理分配 就是说进行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给公允价值就能够合理分配 如果我们不说公允价值不能合理确定 你就认为不合理分 我们考试就本周这个来 人家说房屋建筑公允价值有了 土地使用圈公允价值有了 那就是合理分配 一定要把付出的价款 两者之间来分 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 企业改变土地使用权的用途 停止自用土地使用权 而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 应将其账面价值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这就是符合投资性房地产的定义了 要转到投资性房地产里面去 我们看教材的利益 甲公司从事土地开发与建设业务 21年7月1日 甲公司取得股东作为出资投入的 一种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 取得时土地使用权供允价值是一个亿 地上建筑物供允价值是六千万 那这供允价值都有了 如果你付出对价的话 当然要一个总数 那你肯定要分 但是现在说人家投资 当时供允价值反映了 你就正常供允价值反映了 甲公司将上述土地使用权 和地上建筑物用于管理部门办公 预计使用50年 假定不考虑现关税费 那我们看取得土地使用权 地上建筑物的账目处理 这是说接受投资吗 接受所有的投资 都是按照供允价值来进行反映 那无形资产供允 一个亿 那借无形资产 固定资产的供允价值六千万 借固定资产 贷房股本一亿六千万 当然贷房是什么 是情况而定呗 比如你股份有限公司贷股本 但股本应该反映面值 如果按面值计算的一亿六 那也没问题 如果面值计算的是一千六百万 那你一六跟一千六百万的差 资本攻击股本一价去 实收资本呢 大家见过 非股份有限公司 实收资本呢 要反映在注册资本中 相有份额 那形成的差额 就是资本攻击的资本一价 是这样的概念 我们这个题呢 是属于投资者投入 体现都是公允了 那如果说 我们这个是属于购入进来的 比如说 我一共呢 付出的钱是 一亿五千万 那你代银行送款 一亿五千万 最后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入账 也变了 那一亿五千万 我们要怎么办呢 按照土地建筑物 供允价值比例 去分它 分这一亿五千万 因为他们供允价值 合计是一亿六千万 那你应该是说 一个亿 除以一亿六千万 然后再去乘以 一亿五千万 那应该是无形资产入账机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好 下面我们看问题解答 一般企业工程 在建阶段的土地使用权摊销 应计入在建工程成本 还是当机损益 那现在是证监会有个案例解析 说是土地使用权在厂房等建筑物建设期间的摊销 要计入在建工程成本 那我们家来就执行吧 虽然有争议 但是你按照这个执行 争论性的东西 如果官方这边已经有说法 我们按照他的说法执行 但是房子要是建完了 以后你土地的摊销 那肯定是废影化的 不能再往房屋建筑物里寄了 那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看说对土地使用权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土地使用权可能把它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这在第二章固定资产部分说过 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 那作为固定资产核算是不能提折旧的 可能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我们也见到了取得的土地 用于建造办公大楼 那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也可能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我们要把土地出租或持有以备增值 那形成的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那还可能把它作为存货 就是房地产开发业 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建筑物 那就是存货 有那么几种情形 我们下面看21年的单选题 说下列各项中 企业应确认为无形资产的事 A商与 商与不行 它是不可辨认的 无形资产要求是可辨认的 所以不可以把它确认为无形资产 B人力资源 那你不能说 要我这边有什么样的人 以后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利益 这些人能力可强了 确认为无形资产不可以 C呢 外购的专利权 那这一部分 外购的 那肯定是属于无形资产 D呢 以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以出租的土地使用权呢 是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这是 这个单选题 所以C是正确 我们再看21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应确认为企业 无形资产的有 我们看哪个确认为无形资产 A 外购的用于建造自用厂房的 土地使用权 那你建厂房不是属于 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 对外出售的房屋建筑物 那这个就要确认为无形资产 所以反映的是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那它是没问题的 我们再看B 内部产生 但尚未申请商标权的品牌 那你还没有真正形成无形资产 如果你申请成功了 你是作为无形资产来进行反映 那这个现在不行 C呢 外购的专利权 刚刚我们见到过 你从外边买的专利 当然属于无形资产 再看D 收到投资者投入的非专利技术 那非专利技术也是无形资产的内容 我们取得时 当然可能是外购 也可能接受投资者投入 还可能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非货不平资产 交换的形式换柱等 那都是 这属于无形资产 那ACD证券 我们再看21年的一个判断题 企业为建造自用办公楼 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在取得时应确认为固定资产 不可以 就说自建办公楼 我们支付出让机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那是无形资产 要求是房子是房子 地是地 那只是说 办公楼建造期间 土地使用权摊销 往办公楼成本里寄 把摊销额 我们不是说把土地的整个价值都寄入到固定资产成本中的 所以这是错 我们看20年的多选题 企业持有的下列土地使用权中 应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有 A 用于建造企业自用厂房的土地使用权 你建厂房 办公大楼 这些形成是固定资产的 那就说 V 形成固定资产取得的土地 确认为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那B 用于建造对外出售商品房的土地使用权 如果它是属于对外出售了 那当然这一部分是属于存货了 它不属于无形资产 你说的是对外出售商品房 属于存货呗 再看C 外购办公楼室 能够单独计量的土地使用权 那你只要是能够单独计量 我们就要把外购的这种价款 在建筑屋土地使用权之间来分 土地使用权部分 你应该把它确认为无形资产 供应价值有了 D 是以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出租会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那这并不属于无形资产 所以这里面AC是正确的 我们看18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 关于企业土地使用权的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工业企业持有并准备增值后 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这属于投资性房地产内容 没问题 其中有一项叫持有以备增值 所以土地以出租的 或持有以备增值的 都会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可以 我们看B 工业企业将购入的 用于建造办公楼的土地使用权 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那你建造办公楼 形成固定资产 形成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 就是无形资产 这也没问题 再看C 工业企业租出的土地使用权 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我们要把土地出租了 它会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你租出土地使用权 所以它不是无形资产 那我们再看D 房地产开发企业 将购入的 用于建造商品房的土地使用权 作为存货核算 这是房地产开发计 你购入土地干什么 用于建造商品房 那就是存货 这是对的 当然我们要注意 说房地产开发计 购入的土地 用于建造自己的办公大楼的 那是存货吗 不是 那还是属于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我们的题目 ABD是正确的 看18年的判断题 假公司购入一项土地使用权 并用于开发建造移动自用厂房 买的地建厂房 那该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成本 应当寄入厂房的建造成本 行吗 不行 因为分着来 房子房子地是地 但是后续说 以后土地的摊销 在房屋建筑建造期间 是往厂房的成本里寄的 但是不是说总数都寄进来 所以这是错的 我们看下面一个多选题 假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那这里面 一 经拍卖取得一块土地 假公司你在该土地上建造移动办公楼 那你拍卖的土地应该作为什么来核算 要在土地上建的是办公楼 应该是无形资产 那我们再看第二 经与 以公司交换资产 取得土地使用权 假公司你在该土地上建造商品房 商品房对外出售的 那这个是存货 第三 购入移动厂房 厂房和土地的供应价值 均能可靠计量 要是能够可靠计量 我们应该购入厂房的价款 就应该在厂房和土地之间来分 因为供应价值给了 一定要分的 这要清楚 我们看第四 将原自用的土地改为出租 你自用土地改为出租 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 关于假公司持有土地 会计处理表现中正确的有 A 购入厂房取得的土地 确认为固定资产 你购入房子 厂房和土地供应价值都有 你土地应该是无形资产 不是固定资产 然后B 交换取得用于建到商品房的土地 确认为存货 你交换得到的 你土地上要建商品房 那它是存货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B 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C 将自用改为出租的土地 从租赁期开始日起 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你这里面原自用的改为出租 那你租赁开始 当然就投资性房地产了 出租了嘛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也没问题 D 拍卖取得用于建造办公楼的土地 就是说拍卖取得 要在这地上建造一栋办公楼 将拍卖取得 建造办公楼的土地 确认为无形资产 你建办公楼的吗 可能就是无形资产 这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的题目BCD是正确的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无形资产确认和初始计量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初始计量 外购的 达到预定用途前发出的一些必要支出 那购买价款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增值税呢 同样能够抵扣的那些 应该作为计算税格抵扣去 然后你取得这项资产 发生的直接的费用要寄进去 比如直接相关税费 但是做广告啊 一些管理什么的 这不算 这是说 对于外购 但是对于分期付款方式 购入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按照购买价款限制 为基础确定 这个要清楚 你购买价款限制和未来付款额之间的差 是未确认中的费用 它要按照实际利率法来进行摊销 那每一期利息费用摊销数 我们要会进行计算 这是分期付款方式购入 投资者投入的 那就是按照 它的公允价值计 所以你公允价值 如果不行 投资者投入协议合同协议的 不公允的 那就按照它的 给定的公允计 对于土地使用权 我们一定要清楚 它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如果是房地产开发业 购入的土地建商品房的 或者对外出租建筑物 那是责户 如果我们一般的企业 包括房地产开发业 你购入土地 是建造办公大楼的 形成固定资产的 那就无性资产土地使用权 对外出租的 或持有以为增值的 那是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那如果土地像以前 历史人形成的 曾经也做过固定资产 这些都要清楚 那这以后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